我们在农村是真的希望农业可以存活下来 然后它真的成为一个生活上必须要有的价值 那或许我们该做更多一些努力 那怎么样把农田的这个可以延伸到 就是交通方便这个街道上来 让大家有机会看得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我们这里就是很特别的景观是这一排房子它们是跟水郡完全 粘在一起 所以像第一间的川龙豆腐它的基地下面一半都是川龙墩 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利用之后就会发现 这样的老建物或许有机会再把它重新附就 对要请大家探险 觉得很兴奋还有还可以这个房子 虽然修复它的工很多 它大概十多年没有用 那我们就觉得好珍贵还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 一个木工师傅来帮忙看 就是我们有在想说现在的这个屋顶这样修复 有没有可能能够找到比如说太阳能 所以就是希望这里大家互相为伙伴 然后也可以互相那个就是做生育这样 然后像川龙豆腐它是在六年之间做了两次的改造 才有现在这样子的景观 就开始觉得好像很破的东西 我们经过一些努力之后它好像活过来了 然后就开始慢慢会放大 觉得去看到这整个环境 原来我们想要的不是在水郡上的一间老屋 而是希望它整个区是不是都能够像一条龙一样 就就活过来醒过来 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再整理之後就變成一個很棒的活動的場地 這裡都可以再把它重新改造 除了自己的夥伴居住可以使用 那後面的空間還可以讓我們去做 傳統的這個醃製的那個水缸的靜置場 我們把我們那個田裡採收的 要開始做酸菜福菜就可以放在這邊靜置 所以整個場地打開來看就發現 哇這樣的屋子真的好適合我們再來把它重新活化 所以我們也期待在新的這個街村上面 有不同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在這邊生活 然後大家彼此認識 那我相信那個鐵捲門拉起來的速度 跟那個頻率可能就可以越來越高 其實我常常覺得晚上睡覺醒來的時候就覺得哇 這件事情困難重重 可是我又那麼期望它是可以真正成為農村裡面一個 好像大家開了門有機會大家可以很親切的互相問候 那大家來到農村不是想要這樣的感覺嗎 所以這次我們嘗試是希望從這裡面找到一個新的活路 比如說我們在農業的產業怎麼樣可以持續營運 協助我們在這裡工作的人 他是一個有好的機會去做 然後他在這裡又有一個他自己原來帶進來的專業 所能夠創新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裡做出這樣子老屋一個保護他 然後又可以再重新創造一種商機的機會 那或許在這裡工作的人他就有機會再往下走